整个辛普僧家 唯一还对亚伯抱有好感的 大概只有自己的小孙子八仔了 八仔崇拜于老爷子过去当大兵的故事 老爷子见小孙子如此爱戴自己 掏出了一个来自军队的小匣子 里面有它最珍贵的东西 八仔打开一看 竟然是一颗石打石 拔了保险五秒就会爆炸的大手雷 亚伯刚介绍完就发现 手上的戒指有点眼熟 这哪是戒指呀 这是手雷的保险 两人命运的终点线 八仔吓得嗷嗷大叫 钻进了床底下 结果五秒后根本无事发生 亚伯见状大声的嘲笑八仔 竟然被自己的恶作剧给骗到了 没想到八仔不仅没生气 反而有了一个新的龟链子 关键道具就是亚伯手上那颗哑蛋 他礼貌的借走了这个沉甸甸的大家伙 新木校长将同学们召集起来开会 告诉了台下的孩子们 咱们学校被评为了全州做醉酒的学校 但这并不是一件好事 为此他专门请来了业余驱棍球队的吉祥物 突英维尼 维尼一上台就摘下了自己的头套 好嘛 感情又是眼镜仔的老爸在做兼职 因为吉祥物的演员得了带状抛枕 所以可怜的眼镜老爹也被感染上了 他痒痒的乱状 场面一度十分混乱之时 八仔爬上台 掏出了定海神针 那颗哑蛋 不过既然是哑蛋 那就会有爆炸的那一刻 于是在八仔上台 表演出了老爷子同款恶作剧之后 西莫直接被吓了尿了裤子 孩子们尖叫的乱窜 更是炸开了窝 眼看捣乱的目的达成 八仔告诉大家 这只是自己的恶作剧而已 文言大家十分生气 胡佛愤怒的质问八仔 为什么要给自己学校终于要被毁掉的假象 害自己白高兴一场 就连眼镜仔也从他爸的屁股里钻出来告诉他 自己觉得这个玩笑一点都不好笑 你都不知道我爬进去了多深 很快老梦和马吉就被叫到学校里 西莫指着内德告诉他们 这位男士舍身取义 扑到了手雷弹上 可惜他比我快了那么一秒 不然就是我了 但是这件事最生气的还得是校尖 八仔这么一搞 以后就没人能带手雷来学校了 他要开除巴特 让他无法回到这所校园 红木和马吉两人接连求情 校尖都不以为然 直到内德站出来替他们说话 作为老邻居 他是看着八仔长大的 所以他想给八仔一个机会 课后自己将利用三个原则激发八仔的善心 三原则就是坚持祈祷 以及坚持祈祷 校尖一听大感不妙 他们这可是公立学校 不能有任何的信仰倾向 内德将他如此抵触 告诉他 他即将被祈祷恋上的所有人针对 说完就直接点开了他的祈祷群聊 和其他的信徒一起视频聊天 打算好好架子一下校尖 校尖妥协了 决定不再开除八仔 但前提是内德来带孩子 让他远离自己的骇人精老爹 八仔熬过了来自老妈的嘲讽 来到了内德家和他一起洗盘子 洗盘子是好事呀 既能清洁又能冥想 听到八仔说自己的确平静了 内德还挺欣慰 下一秒这浑小子就开着恶作剧 用番茄酱假装自己的血 解了他一身 内德急火攻心 敌身骤马 臭小子 小心老子把这个玩意弄成真的血 八仔吓一跳 这时老是憨厚的老邻居能说出来的话 内德意识到自己失业 立刻一转画风 带着八仔当钓鱼佬 要是钓上来 两人军吻就只能饿肚子了 八仔现在被架在船上 不得不听内德的话 只是依旧碎嘴子 吐槽着一切美好的事物 因为他自己没有感受到这些美好 所以这些都是愚蠢的 直到有小鱼上他的钩 八仔兴奋于自己杀了一条鲜活生命 内德却以为他有奶就是娘 有吃的就会高兴 上岸后内德开始教他如何钻木取火 八仔觉得这种原始人的做法很蠢 但是火苗燃烧起来的那一瞬间 他比谁都兴奋 内德告诉他 这就是成就感 一种依靠自己才能获得别人夺不走的东西 内德觉得如此可教 之后八仔还会有更多的发光点 他带着八仔来做礼拜 说了个中分头的八仔还真就听话的 和中信徒和唱其言恩典 马基这辈子没见过这么听话的八仔 激动之情易于言表 就连希伯特医生都表示了认可 毕竟他以为 这世界上唯一任八仔变成小天使的方法 就是垫死他 机上也觉得 可以让混世大魔王改邪规阵 是可以再入史册的壮举 当然这些称赞都是夸的内德 而非红墨 老魔生气了 怎么能让恶灵懒了全部功劳呢 明明是自己先把八仔教坏 才成就了内德的 话虽如此 他们不得不承认 内德有两把刷子 老魔被马基架着来到了内德家 作为谢礼 送上了新鲜出锣的苹果派 内德胡子下的偷笑 让老魔牙痒痒 结果一抬头 就看到自己家俩孩子都在这 丽莎告诉老爸 老哥居然在主动做数学作业 如此奇观 怎能错过 侯莫句话一句 怎么自己家孩全投低了呢 数学这种东西 不是易如反掌 我来 结果一上来 这十年内的陈出发 就给他CPU干烧了 他丢锅给小狗 狗都懒得理他 把作业还了回来 拉载让老爸放平心态 因为自己在内德的帮助下 已经做完了 看来这个世界 已经没有需要自己帮忙的地方了 老魔失魂落魄的 带着仅存的尊严离开了 看到街上处处都是 父慈子孝的一幕 老魔默默来到了春田垃圾场 没想到在这儿 遇到了和他同命相连的尼尔森 他们俩人都觉得 世上无人在乎自己 但级别是不一样的 尼尔森比老魔过得可惨多了 老魔忽然父爱泛滥 觉得自己有机会拯救这小子 说不准还能让儿子刮目相看 他在尼尔森去了快餐店 尼尔森虽然觉得 侯莫这人什么都不会 但怎么着他也是个大人 能教会自己怎么走迷宫就行 老魔寻思 这还不简单 趁着尼尔森接番茄酱的时候 他转头就抄了隔壁小孩的作业 获得了尼尔森的认可后 他还故意给八崽打电话 说自己现在和尼尔森可亲了 可惜这电话拨给了丽莎 丽莎一下就知道 老爸这是为了气八崽 还真是孩子气 虽然老莫的确没法给尼尔森 带来什么新知识 但只要听到老莫没和自己妈妈睡过 尼尔森就觉得心里已经很温暖了 而这头的内德也是安排上了大计划 打算搞个骄傲巡游 向所有证明展示基督徒的信仰 八崽反倒是对这个一点兴趣都没有 他只想知道老爸在搞什么要恶子 侯莫将自己这二人组 称为侯莫森 天天胡闹去演技自己的儿子 丽莎问老马 咱是不是该干点啥 马基认为他们不该出手 因为两个男孩都受到了帮助 丽莎觉得做事不管 只会让他们越来越糟 他没想到老莫居然将尼尔森 带到了老母子酒吧 看到越发走向不归路的尼尔森 丽莎狠心掏出了自己的40美元小金库 让父亲好好去找个医生看看脑子 来到心理诊所 老莫给医生讲述了来龙去脉 他怕自己真的喜欢上尼尔森那个小家伙 医生一针见血道 你不能为了自己可悲的自尊心 去破坏两个男孩的生活 为此老莫和医生大吵了一架 转天继续来房车找尼尔森 一进来就看到了 沙发上扫手弄自的玛丽莲 玛丽莲很认真地告诉他 趁早告诉自己儿子一切的真相吧 因为他身边有太多人 为了所谓自尊 从他身边来了又去 他只是个孩子 这样对他伤害太大了 红莫沉默了许久 在玛丽莲的死亡注视下 将真相告诉了尼尔森 尼尔森早就知道了 所以报复计划已然生成 他要去揍八仔出气 听到老莫因为心疼孩子 不让自己出手 用机掌装置急死八仔 他一个箭步冲上前 将八仔推了出去 自己肥胖的身躯 被挤得差点断了气 八仔间的老爸为了救自己 做到这一地步心里一酸 一起上了救护车 尼尔森的复仇计划就这样失败了 那之后 老莫又来到了垃圾厂 向尼尔森道歉 还给他带来了新的导师 没有人比内德更能胜任了 内德一张球赛票 就让尼尔森折服了 两兄弟也很高兴 他们有新的哥哥了 只是刻进DNA里的东西 很难说 使得尼尔森 即便放弃了笑霸身影 依旧不忘欺负眼镜仔 将它冻成冰棍 不过说会八仔身上 刻在DNA里的恶作剧基因 才是他选择老爸 而非内德的原因 感动什么的 压根不存在 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 这里是草宁宁院 感谢各位朋友们的关注和支持 下视频 我们再见